这里是奶花 各位 终于看完了整整61集的大算公词了 作为一部不可错过的古装历史大剧 它就如同这段戏一样随时惊喜不断 下来了 没错 上一期我们聊过了男主有多深情 这一期就聊聊一个白莲花女主 究竟能让古装历史剧变得有多玄幻 首先是拳斗戏码的玄幻 从第一集的女主出入王府沐浴 再到45集的地后老女约洋芋 导演给了女主的纹身无数次特写镜头 连男主都忍不住发出了灵魂拷问 你是不是以为这前后呼应的纹身 是不是要揭露出什么女主重要的往事 比如女主从未提过的前夫历史 投魂往事 结果呢 这纹身的符笔原来是 皇帝跟着大臣夜观天象 发现了有个星象和女主的纹身 图腾一毛一样 大臣还表示 这星象比皇帝星象还亮呢 这时候的皇帝不禁皱起眉头 你是不是觉得帝王就此起了疑心吗 害怕女主开始参政了呢 结果就在下一集 男主就宣布了 这离开京城之后 由皇后辅佐太子监国 那么导演从头到尾 使劲给纹身特写 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当然这不算什么 最可怕的是 导演是如何体现女主的才能呢 并不是他能用一把镰刀 独自一人成功分娩 并不是他能用一把艾草 治好天花营的口碑 而是在大宋和大辽 准备再度起战之时 女主就靠着自己能做一件绝美衣服的举世爱蒂尔 留住了倔强的大辽使臣 碾压了惆怅的满朝文武 然而就在这一件绝美的衣服 还差一块珍贵的火玉时 大辽使臣便决定触发搞事情了 这个时候 众头戏马来了 皇上正苦恼劝说无果时 一群仙鹤飞到了宫门 其中一只六毛钱的仙鹤 还来到了皇帝面前 邀来了女主正急需的火玉 感动的女主 因此火速完成艰苦的制衣任务 将这一件绝美礼服暗时交给了大辽使臣 而此刻和我一样震惊的大辽使臣 在仙鹤的这波操作下 彻底膜拜了大宋公辞 表示再也不敢来挑衅大宋了 眼看发展到玄幻大片这一步 导演及时止损告诉了我们 这一切其实是一位大臣 日夜苦炫仙鹤的结果 反正我是信了 你呢 总之 下期火速更新大宋公辞的功斗最后一趴 到晚了